哈囉大家好我是洛卡 我是庫巴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樂高的77092德庫樹長老的合組 那這個合組其實是二合一的 然後它的片數來到了2500片 是一個18加的合組 當然18加是因為它的片數夠多 可能複雜程度也稍微高了一點 不過因為今天我會跟庫巴一起組 所以相信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這一組的話其實它有兩個 就是二合一的功能 那這二合一應該是可以選擇組其中一個 主要就是有薩爾達傳說十字笛的版本 跟薩爾達傳說礦野之行的版本 那人偶的部分呢有薩爾達公主 林克 這個是屬於礦野之行的版本 然後另外還有年輕的林克跟長大的林克 這個是十字笛的版本 旁邊呢也可以看得到海莉亞之盾跟大十字箭 包含它手上這個盾啊 箭啊 其實有蠻多的細節 兩個版本呢在後面都有一些細節的圖片呈現 最重要的應該是下面這裡 在十字笛的這個造型呢 它的高度可以來到33公分 寬度的話是35公分 其實蠻大的喔 那如果是礦野之行的這一組的話 寬度可以來到39公分 高度的話只是微微矮一點點31公分 所以如果家裡面要放的時候 可以事先準備一個空間給它 這邊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十字笛版的德庫樹長老 我們進來了 可以看到它背上的盾跟箭 還有包含林克這個人物呢 其實也是有在二合一的場景裡面出現 OK我們可以看一下德庫樹長老在這邊的狀態 那這個是Switch裡面的N64功能 可以直接玩N64的遊戲喔 德庫樹長老在初期的感覺 在十字笛版本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曠野之習的德庫樹長老吧 哇好壯觀的感覺啊 整個畫面的感覺 這個光線啊包含這個樹上面 它的顏色看起來真的很美 隔膠帶也是一個重要的儀式 因為隔完這一組299.99美金就 剩空了 喔給他一包 總共23加上一包 然後還有一份說明書 說明書的厚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厚一本喔 不過因為它是有二合一的 所以裡面有一些改裝的 可以讓你改成第二組的樣式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樂高77092的合組 然後薩爾達傳說的字樣 中間呢就是我們的曠野之習那一組 包括大師之劍啊西卡之史啊 欸等一下盾牌怎麼沒有配海莉啊 但是這個配都非常的好 啊這一位的話應該是 博庫林吧 他應該是克洛格組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 打開來之後呢就可以看得到 他其實有很多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習的遊戲畫面 還有一些宣傳圖片等等 其實都有很精美的把它給繪製出來喔 非常的有感覺 而且他有幫你把它分成十字笛的部分 跟曠野之習的部分 這是在遊戲裡面喔 這個早期很早期那種3D一樣 然後還有跟後期一點的Switch的版本 然後再打開過來呢也可以跟你講到 這裡呢是十字笛的人物 年輕版的林克跟林克的版本 海莉亞之盾在這邊 然後這裡的話也有林克跟薩爾達公主 然後再打開來呢可以看得到 這一格的話我記得沒有錯 應該是一開始出來的場景 但是他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的 就是林克在裡面睡覺 精靈啊是要請林克去找德庫樹長老 然後這個場景就小小 一開始要把樓梯往下爬這樣子 這邊的話呢就是十字笛的德庫樹長老 這個版本非常標準 場景的話是下面的底板稍微小一點 也少了幾棵樹 當然他還有其他旁邊的小場景等等 然後接著他是曠野之習的版本喔 非常的雄壯威武 而且整組來說稍微再大一點 那我們今天應該就是以這一組為主要的目標 這邊的話呢可以看得到啊 其實在後面的幾頁 我剛才有稍微翻了一下 況野之習這一組啊 到最後完成品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還是會有一個是十字笛的開場畫面 這個一樣可以在一個旁邊的小舞台出現 接著就是有十、十四、二十三 這個是可以改造成十字笛的版本 不過你可以看到十字笛的版本在這裡啊 他就沒有那麼多顆樹了 旁邊就可以直接比較到 然後不然很像這一個 插著大十字笛的地方喔 他也不是在這邊的 不過完成的地方啊 可以往後面直接來看 這裡其實有一個小小的變化 好不好 他把它做成這樣子 一組主要的德庫樹長老 跟兩組小小的場景 那其中一個場景呢 就是有伯庫林跟這個大十字笛插在地上 然後薩達公主跟林克 旁邊這裡的話 一樣是十字笛的開場畫面 哇 隔了這麼久 總是要來開始 酷漢我很期待 要從林克 小林克開始了 他可能跟你一樣 是Baby型的喔 嗯 眼睛滿的小林克 太可愛了吧 而且好像是初始裝備 要先拿這套裝備啊 才可以去找德庫樹長老 不然你可是會被 攔路要過路費的啦 其實庫巴就已經會啦 感覺我已經可以換人了 我現在變成是一個 專業的找林建宅 庫巴來拼 小精靈的部分啊 他這邊是印刷磚耶 其實還蠻酷的 那中間這顆藍色的是一個 也是一樣有一點 印刷一點亮片的 單顆的圓圓的 這是成年林克 不過他手上這個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耶 凱莉亞盾隊吧 哇這個盾 在我手上好小 還有更小的指南針 結果小菇巴類呢 踏出來換人了 動作還蠻快的 第二包的一半吧 這盾牌那麼可愛 幹嘛放在裡面 不給人家拿呢 第三包開始啊 就只有礦眼睛洗了 而且這個劍很明顯的 比較大一把 盾牌上面的圖騰啊 其實也很細節喔 包含林克的衣服 還有他的這個耳朵 他這個耳朵是直接把他做在頭髮上面 後面都好是有綁住一撮頭髮 他的說明書裡面啊 其實都還會有這個說明喔 像這個他說是 薩爾達公主最喜歡的花 旁邊這個他可以增加最大的愛心素 然後還有這邊的 也可以恢復愛心啊 或者是可以拿來料理之類的 礦眼知識版的薩爾達公主 他的手上拿著西卡之石 然後頭髮呢 其實也把耳朵做在上面 超酷的大師之劍 這把應該是特別開末的吧 很酷喔 四隻人偶啊 全部都有做到兩個表情 所以正面背面各有一個可以拿來用 他的手上這個 很像殺鈴這個有沒有 他是真的有放東西 可以搖出聲音的 好酷喔 大師之劍 我們來拔一下 殺 拔出來了 等一下 不是林克拔的 我們還是插回去好 等林克來 再給他的主角公環獻一下 一版超大一組的欸 不知道 我的那個 後面的櫃子可不可以放得下 看起來有點稍微 超標的感覺啊 應該放不下 真的蠻大的 到了156頁這邊 那就有一個分歧點了 這邊的話 如果你是要組 礦有自習的 就是直接翻頁 那如果你是要組一個 十字底的版本的話 那就直接到297頁 感覺應該可能玩家會直接收兩組吧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有兩個造型 然後同時擺在家裡面 這嘴巴會動欸 這太酷了吧 後面一個小小的機關 然後上面那個應該是眼睛吧 他的眉毛跟嘴巴會一起動 然後看到這一些啊 我就想到在玩 曠野自習的時候 這邊爬來爬去的 現在這個感覺好像在做加工喔 因為 越來越多是 重複的造型 同樣的步驟 對對對 完全是一樣的 而且這很小 超像那種小時候在做那種 加工的感覺 很可愛 可是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到最後的步驟了 因為要把它上面的那個 貿密的顏色都弄起來 他的這些印刷磚都蠻厲害的 你看這個 小果實的部分 有沒有 然後這邊 有一個像小樹幹的東西 這裡有一個 他其實就算很小啊 也都是使用印刷磚 還有包含像這個 這個應該是 雅哈哈吧 是不是 是不是雅哈哈的臉 也是超級小一個愛心磚 然後有做印刷 好 走上搞定 大概花了四個半小時左右 把這2500顆 全部組完了 然後還剩下 22、23兩包 21的部分比較特別 因為在20號的時候 他請我們拆20包 但是沒有請我們拆21 可是實際上還是有些東西 會需要在21包裡面拿 那拿完之後呢 才可以完成這些樹的這些 葉子的外觀 然後還有一些小零件 這個是樂高常常都有多的一些 非常多的一些超小的零件 好首先我們當然是先來看一下 德庫樹長老 這一個外觀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還蠻像的 而且林克在下面看啊 其實他的整個大小 是非常非常誇張的大 甚至我們可以跑到他的肚臍裡面去 這裡的話呢 他的表情是可以動的 只要在後面有一個小機關 按完之後 有沒有 他的眉毛跟他的嘴巴 就會同時的動起來 非常的可愛 下面呢 也有做上一個通道 應該就是要通往他的肚臍裡面去的 在他的正前方這裡啊 其實是做出一個可以分開的場景 像他這邊呢 是可以直接分開的 這樣子 直接分開 後面呢就是德庫樹長老的狀態 前面這裡啊 他可以把它插上去 他要做上一個小小的一個接孔 插上去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得到 薩達公主跟林克在這邊 有一個可以拔大勢之間的場景 旁邊這些樹呢 我覺得都還做得蠻生動的 然後他有一些可以補血的東西啦 或者是可以食用可以煮的東西啦 其實在裡面有特別飆出來 這裡的話應該是 雅哈哈吧 樹上也很特別 有果子的圖樣 樹的旁邊啊 有一些像年輪的樣子喔 就是樹有一圈一圈的樣貌 這個應該是在模擬自幹斷掉的時候 那個樣子吧 博庫林的話 我是直接讓他站在裡面啊 身後方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場景 這個應該也是克洛格 也就是雅哈哈 旁邊還有一個精靈 這個精靈其實有點半透明 他也一樣是印刷磚 再下來這邊呢 則是一個小小機關 就是前面可以動眉毛 跟動嘴巴的地方 在這邊移動的話 前面就會有不同感覺 所以下面呢 則是有一個 應該是進到肚臍裡面的那個樣子啦 這邊有一張床喔 是可以睡覺 可以休息用的 那我記得其實在這邊 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買的 這裡的話有一隻 看起來也像是 雅哈哈的角色 因為他手上也拿一個 很像樹的棍子 旁邊有一些東西 我在想啦 他應該不是要給我們 科洛格果實的 而是要買賣東西 因為他的旁邊呢 有圍繞著 這一些 還有後面 旁邊 那些應該是圍繞著 要買賣的道具喔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他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裡面呢 有藏著 這看起來有點像是炸彈 一個是直接丟的 一個是定時的那一種 看起來啦 然後有兩個東西藏在裡面 比較輕輕的再把它組上去呢 就可以再把它蓋起來 另外一邊也一樣 也是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可以把它給打開 這邊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 西卡之石 就在這裡 這樣子在上面 也是蠻酷的感覺 另外這邊的兩個鈴克呢 其實庫巴蠻厲害的 有把它把鍵板在左手 是桌片子 然後他自己家裡面的 這個小場景 其實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可動 像是樓梯這個 他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可以上下樓梯 在早期的十字底 其實第一個場景 就是從這邊走出來 然後爬樓梯下去 開始了所有的故事 旁邊這裡有個小小的精靈存在 其實也蠻細緻的 因為這一隻其實在初期 也是會跟著領克一起走 背面有一張小小的床 這個場景稍微簡單的一點 然後下方呢 是有一個很像寶箱的東西 拿出來之後啊 就連海莉亞之盾 也是正在這裡面 好啦 那我覺得身為任天堂迷 或者是薩爾達迷 其實這套應該是必收才對 雖然說他是樂高合組 但是樂高跟任天堂的 完全的match起來 這種味道非常的好 而且很適合我們這種玩家 再加上呢 他是整組非常具有一個規模性的 場景組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個人私心覺得 比馬利歐系列的 再更值得收藏 所以啊這一套 那我在這邊呢 就推薦給一些 你喜歡薩爾達傳說的玩家 喜歡礦眼日系的玩家 喜歡實質地的玩家 也歡迎把它給收藏起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